女友和男闺蜜毕业旅行回来后怀孕了 她说 孩子是我的 我正准备跪地求婚喜当爹时 却发现了 她对一众朋友戏血说 信不信我当着顾恒的面 和别的男人上床 她都不带吭声的 我心脏一紧 又听了她说 如果不是因为她钱多出手大方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她 站在包厢门口的我 看着手上的账单 水汽几乎要从我的眼眶里逼出来 先生 这边消费了十万 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 服务员的声音 引起了包厢里面二十来人的注意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四玩味 四嘲讽 而我 心恍若 坠入了冰窖 洛雪 你刚才说的话 你男朋友都听到了 还不赶紧去道歉 有人起后 洛雪却只是冷冷地望了我一眼 去结账吧 别过来讨没去了 对了 再拿几瓶拉菲过来 82年的 我们还没喝尽兴呢 说吧 她便转过了头 重新投入到了她的男闺蜜怀抱 男闺蜜则是打去说 你这样好兄 太欺负你男朋友了吧 洛雪毫不在意道 男朋友就是用来霍霍的 闺蜜才是用来疼的吗 她伸手 又捏了捏她男闺蜜的下巴 举止轻逆地 恍若我并不存在一般 我收回了推开包厢门的手 里面一阵阵的哄笑声 刺疼了我的耳膜 一旁服务生愣愣地望着我 手上 还举着那十万块的账单 先生 这账 你还结吗 我勾了勾唇 道 你先给酒拿进去 记住 要最好最贵的拉飞 说吧 我转身离去 静止回了家 回到家 哥嫂一眼 便发觉了我情绪不佳 纷纷过来关切 我则是非常平静道 嫂子 后面 不要再浪费资源在洛雪身上了 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嫂子对旗下一人 该是什么标准 就以什么标准要求她好了 嫂子一愣 我又转头看向了我哥 哥 洛雪那帮朋友你也别资助了 那帮人没什么本事 拿着哥的钱 也不过是花天酒店 还是将钱拿给 更需要帮助的贫困生 更值得 说吧 哥嫂讶异地对望了一眼 随即眼眶都红了 我哥一把抓住了我的肩膀 阿亨 到底是长大了 知道体谅哥嫂的不容易了 嫂子 也抓起了我的手 是啊 长大了 懂事了 也知道看清人了 我和洛雪在一起之后 我总是无条件地满足洛雪的 所有要求 而这些无条件地满足 无意不是对哥嫂的一种伤害 哥嫂虽然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任何责备的话 但这一刻 哥嫂聊聊两句 也让我感受到了这两年 因为洛雪 也因为我 哥嫂受了多大的委屈 为了让哥嫂放心 我郑重其事道 哥嫂 从今以后我都不会和洛雪有任何的联系 请你们放心 哥嫂重重地点了点头 嗯 不管阿恒做任何决定 我们都义无反顾地支持你 啊哈 父母去世的早 临终前将你托付给我们 我们只盼着 你能幸福开心 一连几天 我都没有和洛雪联系 我才发现自己的时间多了很多 我可以打游戏 玩赛车 睡觉睡到自然醒 不用满心记挂着洛雪的早餐 午饭晚餐 也不用担心 他护肤品化妆品 是否专柜上心 是否有用完 更不用在意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是否要为他或者他的朋友们 准备红包 准备惊喜 安排聚会和订餐 我可以有大把的时间挥霍 我可以有大把的金钱来捯饰自己 两年多的时间 我头一次觉得自己得到了解放 获得了自由 原本 我以为这辈子 应该都不会再和洛雪有交集了 可洛雪的电话 还是打到了我的手机上 电话已接通 便传来了洛雪恶毒的辱骂 顾衡 已经三天了 那十五万的饭钱 你到底是负还是不负 我一愣 还没回应 他的声音继续传进了我的耳中 是你说要给我接风 我们吃好喝好 你拍拍屁股就跑了 算什么东西 现在 你立马给那顿饭钱付了 否则别逼我跟你分手 说完 他电话挂断 我扯了扯嘴角 一股索然无味涌上了心头 我盯着手机看了三秒 接着 毫不犹豫地将洛雪的电话 拉入了黑名单 至于那十五万的餐费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那天是我要给洛雪接风 也是我给洛雪翻店的地址 但我当时是想和洛雪二人试见 哪里能想到 洛雪邀请了他的一帮狐朋狗友过来呢 谁请客谁付钱不是吗 那帮朋友吃我的喝我的 还要在我的面 嘲笑我玩弄我 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下午 房地产商通知我去收房 我这才想起 先前为了讨好洛雪 打算在他回来之后 把这套房子送给他的 不过现在 罢了 好兄弟正好 和我买在了一个小区 我们一起 去做的验收 拿好钥匙 我们一起在小区里闲逛 一边闲逛 一边聊起了学校最近的事情 这段时间 你不在学校 洛雪可惨了 洛雪之前不是一直叫嚣着 自己要当大明星呢 还被某个大导演 看中了 要去拍电影的 现在那个电影官宣了 洛雪连个配角也没唠到 同学们都在暗地笑话他呢 其实不光是洛雪 还有洛雪的那帮朋友 他们好像现在才知道 资助他们两年的人是你哥呢 你哥给他们的资助断了 让他们吃饭都成了问题 其中不少人还贷款分期 买了手机电脑等搭建 马上要面临信用余期了 他们都在劝洛雪 主动找你和你复合 可你知道洛雪说什么吗 他竟然说 早就已经受够你了 他要给肚子里的孩子打了 一辈子都不会再被你拥有 让你后悔一辈子 正好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直在打量我 大概是在观察 我是否还放不下洛雪 也放不下洛雪肚子里的孩子 我听着他的话 无动于衷 他一声轻笑 真连孩子都不想管了 嗯 不是我的孩子 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他一惊 不是你的 是啊 谁能想到 我和洛雪在一起两年 连他的手指头 我都鲜少能碰触到 从前 我是心疼他 不想在婚前 做出任何的乐举的行为 更不想让他背上 未婚先孕的名声 毕竟没有任何一种避孕方式 可以百分之百规避怀孕 我想向他求婚 给他一场世纪婚礼 让他成为最幸福的新娘子 就连这状刚交付到我手里的别墅 我都打算在办房产证的时候 写他一个人的名字 可就是我如此呵护的宝贝 还是选择了红杏出墙 他和男闺蜜 毕业旅行一个月 回来就说 怀了我的孩子 这么离谱的谎言 他也忍心让我吃下去 也好 洛雪这种档次的人 不可能融入进我们的 走吧 去吃饭吧 郑浩说着 车子则已经开到了 我们常去的饭店 站在饭店门口 我顿了顿 郑浩走进饭店 见我没有跟上 询问道 怎么了 郑浩不知道 洛雪和他的朋友 在这里还有十五万账单的事情 如果他知道 肯定是不会带我过来的 换一家吧 这里 我正欲解释 穿着兔女郎服务生装扮的洛雪 则是从门内走了出来 他穿着黑丝短裙 弟兄短款衣装 性感的无法言喻 再配上他一脸迎客的笑意 饶式的男人看到了 必定无法拒绝 可就是这么一张妩媚的脸庞 在看到我之后 瞬间僵硬了起来 顾衡 你爱做什么 他一声质问 眸光里清冷的要命 我深吸了一口气 没打算和洛雪解释 准备带着郑浩直接离开 可洛雪身后 同样穿着服务生衣装的朋友 却是将我和郑浩围了起来 这帮人里面 就有洛雪的男闺蜜 男闺蜜轻哼了一声 顾衡 今天还知道过来 你知不知道 上次你欠债十五万逃了 洛雪被这里的老板欺负成什么样了 作为洛雪的男朋友 你就这么给洛雪卖了 你还是男人吗 那十五万 我们十来个人 没日没夜轮流过来打工三个月 才能还得上 我微微动眉 到底是明白了 洛雪和他的朋友 为什么会有这番打扮了 看来 那十五万 还是让这帮人吃了点苦头 正好见此场景 也理解我的意思 决定让步离开 但这帮人却拦在我们面前 不依不饶的 顾衡 今天你要是能够当街给洛雪跪下磕头求原谅 我们洛雪只不定还给你一眼 否则 咱们洛雪这辈子都不带搭理你的 洛雪拒绝了那么多追求者 独独选择了你 现在还怀了你的孩子 不过是因为一句话 你就让他在这里打工还债 跪下都是便宜了你 起码还要赔付洛雪一千万 挽回他这几天的青春 正好听到男闺蜜说的一番话 差点笑出了声 你们搞没搞错 几天的青春值一千万 哈哈 按照你这么说 洛雪在这里打工几个小时 就该给十五万还清了 怎么你们一帮人 还要在这里打工三个月呢 简直要笑死了 人家老板都知道 洛雪的身价 也不过一个月五千块 你们张口就是几千万 当我兄弟是傻的呗 男闺蜜背对 一脸愤懑 他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洛雪走到了我的面前 二话不说 伸出了手 给了我一耳光 啪 一声脆响 我愣了神 脸颊上立刻传来 火辣辣的痛感 正好则是气愤地 将我护在身后 洛雪 你干什么 洛雪根本没有理会正好 而是越过正好 对上了我的眼 顾恒 我们分手 孩子 我会打掉 从现在开始 你 滚出我的视线 他趾高气昂的样子 简直一如既往 从前 我爱他的时候 他就是这般的强硬 我给他送早饭晚了一分钟 他就要用脱毛辣 承接我的腿毛 我没有在零点 给他发相应的节日红包 他就要跟我赌气 罚我跑操场50圈 我送的口红色号错了 他就将我扮成女装 将狗圈套在我的脖子上 拉着我大街游行示众 现在 我已经对这个人 没了丝毫的情感 他当众丢我一巴掌 让我丢人现眼 我怎么可能会忍呢 我逆着眼 盯着他 毫不客气道 如果你老板知道 你这样对待客人 你觉得你这15万 还得轻吗 他一愣 眉头深醋 你什么意思 我冷笑着 没什么意思 只是我现在要进去吃饭 你 还有你们 过来好好服侍老子 我说完 正好已经给这家店的老板 去了电话 老板接听着电话 就从店内出来 迎接起我们 两位少爷里面请 老板弯着邀请我们进去 也不忘记 指使身边一圈的服务生 你们一个个闲得慌啊 赶紧给我进去 陪两位少爷吃饭 两位少爷要是吃不好 你们这个月的薪水也别领忘 老板一番话 让洛雪脸上 煞食难看起来 他的那帮朋友 更是咬牙切齿地不甘不愿 我细学道 老板 你这里的员工 好像挺不情愿服务我们的 老板听此 一把扯着洛雪的胳膊 往里拖 我看着他的脚踝 因为高跟鞋 不稳崴了一下 脚踝处瞬间肿了起来 我看着他那细瘦的胳膊 在老板的用力 顾了一下后 轻子了一片 他头上的装饰 于身体颠倒下 也随意散落挂在头发上 一股颓败 立即就从他身上显现了出来 他是真娇嫩 但也真清高 这番静地下 他看待我的眼神 竟是一如从前那样瞧不起 我没再和老板搭枪 转而与郑浩一同进了饭店包厢 偌大的包厢 我们两个人吃饭 身边被老板安排了一圈人服务 而服务我们的人 自然是刚才门口 对着我们叫嚣的那帮人 破于老板的强压 洛雪不得不拱着腰 给我们上碗筷 为我们铺好餐巾 即便如此 他还是高昂着 他那无法低落的头颅 眼神之中 要多轻蔑就有多轻蔑 他越是这样 我就越想将他压在地下 我想让他看清楚 如果不是我捧着他 他那可怜的自尊心 根本分文不值 老板 日试用餐 得跪着上菜吧 我一声道出 洛雪的身形明显倾倒了片刻 洛雪的朋友 更有忍不住抱怨喊道 顾行 你别太过分 过分吗 我不觉得 从前 我经常当众给他跪着穿鞋 可没人觉得洛雪过分 洛雪咬着牙 就是在老板的墙壁下 也不愿意 弯曲他鼻挺了的膝盖 忍了许久的人 这一刻 眼眶红了 顾行 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我就要听你的话 我告诉你 我们完了 我绝不可能原谅你 收你捉猎的把戏吧 讨好我不成 就想要威逼我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和你复合 他这模样倒是有趣 我脑袋生锈了 才会和他复合 我轻哼了一声 继续道 老板 我记得 你这里还有脱衣舞表演 这个女的 能给咱们表演看看吗 老板一愣 众人一惊 洛雪更是瞪大了眼睛 刺目欲裂 顾行 你竟然想让我给你跳脱衣舞 你疯了 我疯了 就算是我疯了吧 我今天不给你这张清高的脸撕破 我怎么可能会罢休 我二话不说 将一张黑卡放在了桌面上 接着 压根没去看洛雪 而是对着老板继续道 这里面 卡不限额 老板看看 多少钱 能够让这妞 当众给我们捂一段 老板看着桌上的黑卡 两眼放光 洛雪的朋友 则是恨我恨得牙痒痒 洛雪眼泪都掉了下来 我知道他完全是气的 老板左瞧瞧右瞧瞧 也瞧出了我和洛雪之间的异样 他改了态度 对洛雪说 这 这顾少爷也说了 只要你愿意拖 那什么 你要多少钱都行 那个十五万 肯定就给你抹了 你 你看哪 洛雪愤恨地瞪着我 终于没能忍住 一把掀了桌子 然后 就是对我的一顿输出 顾恒 你这个死田狗 得不到我就想毁了我 我绝不会让你得逞 想让我脱衣服 你也配 垃圾 见货 你也就配填我脚趾头 从前我给你机会爱我 是我忍着恶心花你的钱 你跪在地上 给我穿鞋的时候 我多少次想踢死你 滚 你给我滚 老娘 就是欠一辈子的债 也不会再要你这个 耸逼一分钱 他哭着喊着 委屈得像是被强奸了一样 他周边的朋友 也帮他打气 一番又一番的言语 攻击在了我的身上 顾恒 从前我们只以为你窝囊 现在我们才知道 你根本就是个奸诈小人 这顿饭 咱们不伺候了 你想玩 咱们不陪你 从此以后 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们走我们的康庄大道 我和郑浩对视了一眼 一同笑了出来 然后 我们站起身 一个眼神也没有留给这帮人 静止出去了 只是还没有走出门 我们便听到了老板雷霆震怒 你们这帮穷逼 这帮脑瘫 你们知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呀 老子是瞎了眼 竟然留你们给我打工还钱 刚才那两个富家少爷 一年在我这贡献何止百来万 你们一帮傻逼呀 气死老子了 我他妈 要将你们送去警察局 那十五万 还有今天的这一桌子菜 这一桌子的酒 你们给老子赔 什么 没钱赔 刚才你们不知道自己没钱啊 逞什么呢 耍什么威风啊 傻逼 穷逼 贱货 老子要死了你们 我们离开饭店 重新选了一家饭店 吃过饭 正好送我回去的路上 接到了饭店老板的电话 老板说 顾少爷 郑少爷 这事是我没办好 那帮混蛋我已经开除他们了 他们赔偿的事情 我也一定会追究到底 为了表达歉意 未来一年 两位以及两位的朋友来用餐 都不用任何花费哈 还盼着两位少爷大人不计小人过 以后 我一定确保服务员的素质 正好应付了两句 就挂断了电话 接着 正好便对我说道 刚才咱们那顿饭 怎么也要几万块 加上之前的十几万 洛雪和他那帮朋友 恐怕要想办法了 说不定要走什么极端呢 我不以为意 一帮哗众取宠的小丑罢了 能做什么极端的事情来 正好努了努嘴 我听说洛雪 牵在了你嫂子的经纪公司 你嫂子那边都还好吗 我顿了顿 嫂子没跟我说这事 我大概要回去 问问才行 回到家 哥哥正在给嫂子按摩腿 见我回来 嫂子连忙招呼起我来 阿恒 有件事 嫂子想问问你 我走过去 意识到了 情况不太妙 嫂子深吸了一口气 语重心尝道 洛雪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的吗 我拧起了眉头 她找嫂子了 嫂子点了点头 哥哥在一旁补充道 本来你嫂子今天下午 准备给洛雪解约的 但洛雪却说 她怀孕了 还说劳动法里 规定不得在 职工怀孕的时候 开除对方 嫂子叹了一口气 开除不开除洛雪 也就是每个月 几千块的损失 我更在意的是 洛雪里的孩子 是咱们顾家的血脉吗 你知道的 我和你哥这些年 一直都能有自己的孩子 如果洛雪的肚子里 是咱们 不是 我果断否认 嫂子和哥哥对望了一眼 便明白了 我这话里面的意思 嫂子随即咬牙切齿起来 这才是你下定决心 要和洛雪分手的原因对吧 好一个洛雪 年纪不大 心机倒是很深 仗着你的事 在公司作威作福就算了 现在还想将肚子里的孩子 摁在你的头上 气死我了 哥哥连忙俯顺了嫂子的脊背 别气 气坏身子就不好了 明天我陪你去公司 帮你给这事解决了 我则是拦住了哥哥 啊 哥嫂 对不起 让你们为我操心了 但这毕竟是我的事情 就让我亲自解决了 已决后患 哥嫂思索了下 终时答应了我的请求 等第二天 我和嫂子一起去了公司 嫂子先去开会了 我则是四处闲逛 无意间来到了拍摄场地 站在层层叠叠的衣服里面 今日来工作的人员 也陆续到了位 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了洛雪的声音 你到底会不会穿鞋啊 给我跪着穿 蠢死了 我放眼望过去 洛雪正指挥着一个小妹妹 为她穿鞋 小妹妹眼眶红红的 有些不甘地反驳了一句 洛雪姐 我是来给你当经纪人的 不是给你当保姆的 小妹妹反驳着 但声音尤其的细小 没有丁点的气势 洛雪听到她说的话 脾气倒是上来了 指着她的脸道 我真的给你脸了 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姚姐呢 我现在就去找老板 将你开除 小妹妹眼泪直接掉了下来 你 这会儿 摄影师连忙过来打了圆场 好了好了 洛雪小公主别生气了 咱们先拍摄 别影响进度 来来来 我给你穿上 摄影师好脾气地过来 给洛雪鞋带子系上之后 就将小妹妹拉到了一边 叮嘱着 不知道这位是咱们老板弟弟的女朋友呢 人家肚子里 还有一个未来太子爷 你人忍吧 小妹妹很委屈 可是我 我本来就不是保姆啊 洗衣服系鞋带 吃饭睡觉都找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 到底是明白了 不光是嫂子 还有嫂子手底下的同事 都因为我的原因 受了洛雪的欺负 洛雪这个人 矫情做做脾气尤其大 一丁点不如她的意思 就要闹上天 可明明洛雪 也不是豪门世家出来的人 怎么就养成了这副模样呢 我不理解 也懒得去理解了 且等这一场摄影完成吧 等这次拍摄结束 就让嫂子给洛雪送走吧 但那边拍摄才开始 洛雪就又作妖了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料子也太差了 穿在身上养死了 你们是不是故意 给我这么差的材质 她又开始移植气势 摄影师连忙哄着她 让她忍一忍 可洛雪偏不 不拍了 给我换一套衣服 还有这个场景我很不喜欢 跟广告商说一下 这个logo太大了 抢走了我的风头 要找我拍广告 必须要以我为中心 摄影师这下是彻底无语了 可她深吸了一口气 依旧是忍着 洛雪小公主 这是拍广告 不让人家logo凸显出来 人家何必花这个钱拍摄呢 忍一忍吧 很快就拍完了 十分钟的事情 忍什么忍 凭什么是我忍 我未来是要当大明星的 现在你给我安排这种小广告 我就已经很是不开心了 还让我给人寄广告 logo做配角 毛病吗 现在 我说我不拍了 懂了吗 说完 洛雪起身 就要去换衣服 一众拍摄团队 看着洛雪 各个都咬牙切齿着 明显是有怒气 但无处施展 也不敢轻易施展 他们所有人都知道 这位坐镜背后站着的 可是老板本人 这也怪我 谁让我瞎了眼 爱上这么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 我思索了下 决定给这个事 来一个妥善处理 等洛雪从换衣间出来 我当着洛雪的面 走进换衣间 给洛雪换下的衣服 拿了出来 洛雪看到我 先是一惊 随后那拿捏的姿态 又端了起来 他眯着眼 你来干什么 我根本没有理会他 直接将衣服 交递给了拍摄团队中 一个小配角手上 主角是你了 玩偶服装脱下来 给洛雪穿上 小配角一愣 不知所以 但是摄影师是认识我的 见状 立马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连忙过去 让小配角给玩偶衣服脱了 然后拿着玩偶衣装 递给了洛雪 洛雪 给衣服换上 继续拍 这一次 摄影师的语气中了许多 洛雪眉头煞时猝了起来 我说了 我不拍 我走了过去 不拍可以 按照你当初和公司签的合同 该怎么赔付 就怎么赔付 他咬了咬牙 我补充道 我印象中 公司劳务合同里面 应该规定了一条 如果员工违背公司意愿 做出任何有伤公司利益的事情 需要赔偿一百万 洛小姐 一百万 你拿得出来吗 他脸色是青又是红 他愤懵地瞪着我 顾恒 你是不是非要搞我 我扯了扯唇判 搞你一个破鞋吗 你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吃我的喝我的 将我的自尊心踩在脚底下 一点不如你的意思 就要将我往死里折腾 你以为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对我 只不过是我愿意陪你闹把了 现在我们分手了 你还以为自己 是被我呵护在手心里的公主吗 现在 给我去拍摄 否则就赔钱 别给我在这里失脸色 没本事就学会低头 我的嗓音 逐渐拔高 她的眼泪 一滴一滴 跟着从她眼眶里掉了出来 她狠狠地跺了脚 依旧硬气得很 赔钱就赔钱 不过就是一百万 你以为你能绑架谁 我猜不是那种 为了这点钱就折腰的女人 但是顾恒 我要恨你一辈子 说完 她抬起手 还想打我 我一把拦住了她的手腕 她呲牙咧嘴 半想才从我的手里挣脱 就是那张绝美的脸蛋 也因为动怒 也变得猙獰起来 顾恒 你给我等着 她放下了狠话 头也不转地离开 我看着她那气绝了的背影 已然无法想象 这个蠢货脑子里 到底装了什么粑粑 也是这个时候 嫂子回来了 嫂子听说了 刚才发生的事情之后 立马安抚了摄影师 重新换个一人拍摄 另外也向大家宣布 落学以后 都不是公司的人了 老板 落学既然不是公司的人了 是不是代表很多属于公司的东西 都要她还回来 对啊 她之前以一人的身份 拿了不少赞助商的衣服呢 那些衣服 也该拿回来吧 不光是衣服 还有珠宝首饰护肤品 化妆品什么的 有几次 我还看到 她还拿了公司的东西送朋友 嫂子看了我一眼 我主动道 当然 是公司的东西 必须还给公司 能拿回来最好 拿不回来 让她照价赔偿 她如果想要狡辩 直接找律师处理 同事听到了这话 嘴角都咧开了 我知道 他们肯定是受了落雪不少的欺负 所以 在这种时候 才会有报复的快感 落雪欠债百万的事情 很快就在学校传开了 正好告诉我 落雪在外面 接了不少拍摄私单 衣服都是 直接从你嫂子的公司拿的 现在衣服什么的 不是都要还回去了呢 拍摄无法进行了 所以 落雪又要面临一波退款 但是落雪那个大手大脚花钱的劲 根本没有多的存款 现在她整天就躲在女生宿舍里面 不敢出来呢 我挑了挑眉头 反问 她的那个男闺蜜呢 正好一笑 那个男闺蜜 你不说 我差点忘了 有人扒出来 这个男闺蜜 是酒吧干鸭子的 好像是因为落雪欠债的这个事 开始猛地接客 说是因为长得够白净 喜欢被四五十岁的老妇婆点钟 最近前列现言在医院住着的吧 当然了 她自己那个住院费 好像还是人家妇婆给的 不过我一直有个疑惑 落雪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 是那个男闺蜜的吗 我摇头 不清楚 不知道 我也不太想知道 管她怀的谁的孩子呢 正好挑了挑眉头 不过眼看落雪肚子显怀了 她这是什么意思 真要生下来吗 或许是想 找个冤大头接盘呢 但是她那样性格的人 自以为是到这种程度 谁愿意去伺候她 不过她这样也好 随便她怎么闹腾吧 总归是要死在自己手上的 恶人自有恶人魔 傻逼自有恶煞烧 一个月之后 我顺利拿到了毕业证 与葛嫂商议之后 我决定去国外深造 正好也随我一起 办理了相应的手续 想着一起去国外 能够有所照应 登基的时候 落雪竟是来了 她肚子已然有五个月那么大 一身的运装 已然有发福的迹象 先前绝美的脸蛋 竟是被摧残得像一个大妈 不是说 女人怀孕会越发美丽吗 怎么在落雪身上 倒是一种折磨了 她拉着行李箱 一手捧着肚子 摇摇摆摆地走到我面前 依旧咬着牙 红着眼 备受委屈的坚韧模样 你来干什么 正好问 落雪只盯着我说 你是不是要出国了 带着我一起出去 她命令的口吻 令我非常厌恶 你什么身份 我为什么要带着你一起出国 我冷笑反问 她闭了闭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做足了样子道 顾恒 从前是我不好 对你不细心不温柔 未来我尝试改正 我可以原谅你 所以我也愿意接受 你当我孩子的父亲了 这样总可以了吧 她似是在做退让 可这退让的话语 我怎么听 怎么觉得难受 世界上的男人千千万万 对 比你有钱 比你帅得有很多 但我从前既然选择了你 那必定是会对你专一如初 这场冷战你赢了 我认输 我承认我没有你很痛苦 所以我们负荷 你让你哥嫂收手吧 该给我那些朋友的资助就给他们 该给我的资源也还给我 我们还能和从前一样 我让你给我送早饭午饭晚饭 也让你给我系鞋带 那些护肤品化妆品 赶紧给我补上吧 最近这段时间为了怀孕 便宜的东西我都不敢用 脸上已经粗糙很多了 她一口气说了许多的话 好似是在向我低头 但这话里话外的忍让 到底是几个意思 我看着她的一身地摊货 看着她因为没了我的呵护 而伸了茧子的双手 看着那个娇柔的小公主 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我心里难过吗 不 我一点不觉得难过 我甚至觉得 爽快快要跳起来 洛雪 你找我 是想跟我复合对吗 她听出了我的戏血 眉头深皱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 你用了这么多手段 不就是想逼我主动找你复合吗 如果不是我那帮朋友 没有你哥的资助快要饿死了 你以为我会来找你吗 还有我的男闺蜜 你知不知道她 为了给我还饭店老板的15万 做了多大的牺牲 差点染上爱滋 还有我 你嫂子的律师 整天追着我还钱 我哪有那么多的钱拿出来 我说了 这场冷战赢了 我也说了 我会考虑你的求婚 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你 你还要我怎么样 她真的好委屈好委屈 可这些委屈 不是她自找的吗 怎么就成了 我逼迫她复合的手短呢 我笑了笑 洛雪 别白日做梦了 照照镜子吧 你现在这个样子 谁看得上 郑浩也捂住了嘴 忍不住嘲弄了一句 到底是你从前 给她捧太高了 现在摔下来了 依旧不知道 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我郑重地看向洛雪 你要是今天没来找我 我多少还敬佩你 不畏强权 起码不属于 虚荣败金那一款 但现在你这样 只会让我更加看清你 滚远点吧 带着你那帮朋友 不远处 洛雪的那帮朋友 正观望着我们这边 郑浩看了一眼时间 对我道 走吧 以后找女朋友 多擦擦眼睛 也不是什么垃圾 都能入眼的 我点了点头 随之 就走进了商务登机入口 洛雪还想跟进来 但被空城人员给拦住了 她在门口辱骂着我 我和郑浩根本没去听 直接进了机舱 再等飞机落地 我打电话给哥嫂报平安 哥嫂说 洛雪以及洛雪的那帮朋友 闹到公司来了 说我哥作为资助慈善家 没有做到有始有终 耽误了他们的学习 更耽误了他们对梦想的追求 所以 在公司打砸了不少东西 不过公司有监控 他们该怎么赔付一个 也别想逃 另外 洛雪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一定要让哥嫂 未带执行人负责 哥嫂非常相信我 让洛雪给孩子生出来之后 拿鉴定报告过来 如果是顾家的孩子 哥嫂肯定不会推卸责任 但如果不是顾家的孩子 哥嫂一定要让洛雪 吃不了兜着走 可你知道洛雪说什么吗 她竟然说 这孩子生物上 虽然不是你的孩子 但你是她责任上的父亲 她说 这孩子是你的 你认过 哥嫂跟我说这话的时候 我也只能笑到施语 关键是 她竟然拿这个说法 直接去找了律师 让律师跟我们打官司 现在全城 都没有律所理会她了 并且给这个人 直接拉入了黑名单 抱歉哥嫂 让你们又为我费心了 这些也都是小事情 不过痴疑欠掌一致 下次你找女朋友 可千万擦亮眼睛 谈恋爱的心思 我暂时是没有了 整日跟郑浩在一起 研究研究学业 也很不错 倒是国外的女生 很主动很开放 来到这里不过三个月 我就已经收到三封表白信了 郑浩调侃我 你不知道 当初你和洛雪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以为你 是不是中了邪 你说你有钱又帅 学习也上进 怎么就和那种恶魔纠缠在了一起 当初选择 和洛雪在一起 也是因为一次意外 她帮过我 我一直记着她的那份恩情 我摇了摇头 人妈 总是要经历些东西才能长大 后来哥嫂再来电话 也是告诉我 洛雪的事情摆平了 以及那帮朋友 都被送到警察局了 几个月后 洛雪生产 生了个超熊男孩 医生都建议她留掉 她却觉得这个儿子 能够给她带来好运 更期待着 带着儿子 直接嫁入豪门 毕竟那么多豪门 都盼着要儿子不是吗 所以她 直接带一个儿子进豪门 更有竞争力 哥嫂对她这种思想 无语到了极点 至于那个男闺蜜 后来也和洛雪断绝了往来 洛雪一边要养孩子 一边又要工作 没有什么公司愿意接纳她 所以就当上了小三 被人养着 但她那高傲的性子 已然弃走了 不知道多少个金主 最后 当小三也没了她的市场 一个人带着孩子 过上了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据说无比凄惨 每次她快要撑不住的时候 就会来歌嫂的公司捣乱 还说 我会回来找她 我会回来求她复合 整个人恍若疯癫了一样 我听着这些故事 不禁觉得唏嘘 高尔夫球场 正好收球杆的时候问我 你不会不再期待爱情了吧 我当然不会因为自己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 失去对爱情的期待 只是我会更小心 更用心去寻觅吧 脸蛋并非是择偶的唯一条件 更多的时候 我也要看品心品德 以及和她是否秩序相投 嗯 那我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我妹妹这次也来国外了 她是听说 你现在单身才过来的 你要不要接触看看 得了吧 你那个妹妹我哪里不清楚 那能是一般人哄得住的吗 你可别害我了 你先转个身 等我转身 便看到了一系长裙的女生 缓步向我走过来 她一脸娇羞地 向我唤了一句 阿恒哥哥 一声阿恒 将我的思绪 拉到了很远很远 似是在三年前那个夜晚 我被学校混子围殴 一个白色的倩影 将我拉入了黑暗的小巷子里 她说 阿恒哥哥 别怕 所以 其实是你 当初救过我的人 不是洛雪 是面前的女生 嗯 女生一双眼睛扑闪着 顺时扰动了我的心脏